有一个传说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升天 有千万的天使来迎接他 有一位天使长就对主耶稣说 你已经为人类成就了救赎的大功 现在呢最要紧的就是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好消息 请差遣我们去报告这个信息 耶稣说不 我已经将这个使命交托了我的门徒 天使长非常惊讶地说 你的门徒 就是那一群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只留下一个年轻的约翰 还有那个三次都不认你的彼得 并且除了那一位卖你的油蛋 全部都跑去打鱼的门徒吗 耶稣说是的 天使长疑惑地问 他们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呢 还是拆派我们去吧 我们只要吹起号角 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应 耶稣说不 我没有第二个替补的计划 我已经把大使命分配给了我的门徒 天使的使命就是当他们领人归主的时候 你们在天上欢呼庆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虽然仅仅是一个传说 却是提醒我们 大使命已经交给了门徒 门徒就是你 就是我 我们这些属主的人 我们感谢上帝 西安堂今年迎来了百年的庆典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在周刊上也打印着 我们一起读出来 百年道更更进一步 是的 下面有一个分题 说是年年传主道 日日分享神恩 我相信这个主题 这个分题 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 宣教不道 为主得人 其实堂会 拆会 从今年开始 没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召开了六堂的步道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的是 你有预备好吗 你有预备好 见证福音 传扬真理吗 盼望这一年 我们都能够成为 认识福音 领受猜浅 传扬真理 活出主爱的福音使者 这也就是 我今天要分享的四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福音 因为今天是一个福音乱象的时代 当我们打开媒体的时候 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不同的福音 你会看到女人的福音 男人的福音 还有美食的福音 在一间教会的图书馆当中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本书 动物的福音 你不要以为它放错了地方 这也是一名基督徒所写的 关于动物的基督教信仰 这些都告诉我们 不单单世人乱用了福音两个字 就连基督徒也混缴了 今天走进教会 听到的是不同的福音 成功的 发达的 健康 一位在新加坡的牧师 他不断地在倡导恩典作网 他说福音就是要你 得成功 得丰盛 得健康 得胜的生命 圣经告诉你 上帝呼召你是让你 做手不做尾 居上不居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这些话是圣经当中的话吗 是吗 是的 但是呢 他却是断章取义 扭曲的真理 所以这是今天非常危险的 基督徒也会被迷惑 其实保罗早在两千年前就严厉的责备 有人在传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就是福音的浓缺版 所以福音从来不是给动物的 也不是给某些特殊的群体的 福音更不是给那些不需要悔改的人的 福音也不是给我们这些基督徒 不单单信耶稣还不够 还需要加上好行为 多奉献 这都不是纯正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福音从来不是我们能给上帝什么 我们全然地陷在罪中 加尔文说 罪人不是没有价值 而是负价值 负价值的人只会制造问题 我们根本行不出任何一件 可以被上帝认可的善行 因此福音就是你和我做不到的 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 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救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其实这不是新鲜的道理 从旧约到新约 因信称义 都是全人类唯一得救的方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如果在我们当中 还有人所信的 不是这样的福音 我们需要从心里悔改 呼求耶稣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为什么我们必须传福音 因为得救的人还没有贴满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人未曾信他 怎能得救呢 未曾听见 怎能信他呢 难道我们的神 没有差派人传福音吗 不是的 接下来经文说 正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讯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的加美 这一位创造你我 救赎你我的上帝 他过去拆派了先知 门徒 他今天的拆派 依然没有停止 不需要一个拆遣礼 其实在座的每一位 信靠接受福音的 就是福音的使者 我们都是被主拆遣的人 所以让我们清楚 我们都是领受拆遣的 大使命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要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经文 可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跳过了自己 每一次想到传福音 第一个想到的是牧师 传道 然后就是身边的人 我们常常最不想想到的 就是自己 当然我们都知道 上帝不单单猜浅了牧师传道 也猜浅了每一个人 很多的弟兄姐妹 说我就奉献支持吧 奉献当然是好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钱才能够传福音的话 仅仅是钱才能够传福音吗 我们想一想 如果当年西方的宣教士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的想法的话 今天我们根本没有福音可听 其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就欠了福音的债 圣灵每一天 放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非信徒 都是在呼召我们 向他传道 我想问大家 上帝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 是谁 你一定认识 你也必须认识 就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四本的福音书不断地告诉我们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去到会堂里 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他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 就怜悯他们 我们的主看到的是羊没有牧人 我们的主怜悯他们 今天你和我 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请弟兄姐妹 向你的前后左右 看一看 你看到的是谁 基督徒 是的 我们在教会太久了 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 我身边都是基督徒 对 可是这只是一半的事实 这仅仅是礼拜天的事实 有一份调查的报告 在这一份宗教调查比例统计当中 本地佛教占比是31.1% 第二大宗教就排到了基督教 占比是18.9% 但是注意 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基督宗教 我想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最后的无宗教信仰 占比是20% 这一个调查比例表呢 第一次无宗教信仰的人数 超过了基督教 并且在这些20%的人群当中 竟然有四分之一的是华人 这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新加坡还有许多 未得之名 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朋友 邻居和每一天走过教会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够紧紧地坐在教堂当中 等人进来 在路加福音当中 那里说 主人的宴席摆好了 他就还有空位 就让仆人到外边 勉强人进来赴宴席 这是主让你和我做的事 去 去到外边 把人勉强进来 有人说 如果你有一个常常 没有见面 很多年不见面的朋友 他突然地联系你 他不是跑保险的 就是推销产品的 再不然就是一个基督徒 真的是这样吗 想一想 我们都接触过 做这些行业的人 其实我们跟他们比起来 差得太远了 我们最后一次的派单章 最后一次打电话 邀请人来教会 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究竟是什么 拦阻了我们去传福音 怕 我们怕被拒绝 我们怕没有面子 我们怕失去 一起喝咖啡的朋友 其实我们的心里 也是在说 最好上帝有另一个方案 让天使去传福音 让我们被得救的人 欢呼庆祝 这样才是最好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想一想 如果在今天 这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当中 我们还怕传福音 那么如果在信仰 受逼迫的初代教会 那些胆小怕事的门徒 他们怎么敢传福音呢 不要忘记 这一群门徒 亲眼看到他们的老师 被挂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回顾一下 主耶稣颁布 大使命之前发生的事情 马太福音说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疑惑就是不信 就是小信 原来其实不单单你怕 我怕 门徒也怕 但是就在他们害怕的时候 复活的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耶稣以掌管天地 最高统帅的身份 向门徒颁布了大使命 同样的 为什么我们怕 因为我们看环境 看自己 主耶稣让他的门徒 聚焦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就敢出去 他们就奉差派去传 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要看这一位 呼召差遣我们的主 哥洛西书 清楚地记载 他是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领导你的人 职位越高 你的权柄一定更大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柄 是谁呢 中国的主席吗 美国的总统吗 他们的权柄都是有限的 耶和华的宝座 立定在天 他的权柄 同管万有 这是你 这是我的主 让我们切切地记住 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要记住 我们是被那一位 同管万有的主 所拆派的 所以当教会里 有布道会的时候 生命之道 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去邀请人 我们不是为着 教会在做 更不是在为着 某一位牧师 某一位传道在做 我们都是在为 同管万有的主 所做 他才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都是他的大使 1807年的时候 宣教士马里逊 从英国到中国 传福音 当时很多的人 根本不看好 仅仅25岁的 这一位年轻人 当他出发的时候 还有人指着他 说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去改变 那一个古老 又顽固的中国呢 马里逊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能 我真的不能 我只是肯去 因为上帝能 是的 今天我肯 上帝能 已经完完全全的 应验了 无数的华人 因着马里逊的肯 而认识了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传福音 不要问我能不能 而是说我肯 还是不肯 你和我要做的 只是肯去 其他的事情 我们交给上帝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很明白 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 就是认识上帝 荣耀他 以他为乐 那么请问 还有什么 比传福音 更让我们 去荣耀上帝 更经历上帝的 同在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今天 你是大老板 或者只是 普通的职员 无论你是大学的教授 或者只是一个小学生 即使我们只是在家里 负责每日三餐的 一家之主 无论年长 无论年幼 只要我们愿意去传 只要我们去传福音 一定能够经历 上帝 恩惠的同在 因为我们的主 已经应许我们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也必蒙我父 爱他 是的 主耶稣应许 他爱我们 并且向传福音的人 显现 所以让我们知道 这是多么荣耀的 多么荣耀的一件事 巴不得我们 都能够再次的 确认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主所 差派的大使 我们是受他的差遣 那么当我们有了勇气 我们还要确保 所传的是真理 一个认识真理的人 会不传真理吗 属于说 当局者谜 今天其实为了 教会的人数增长 许多的教会 不惜用各样的 活动物质 来吸引人 信耶稣 他们已经把福音 廉价的出售了 信耶稣就像 买可乐一样 只要你的钱 丢进去 你就能够拿到可乐 今天在一些教会当中 你只要觉知信主 就可以批量地 产生基督徒 中马田牧师说 我们要的不是觉知 而是重生得救 是的 盼望我们真的谨慎 我们所传的 我们不能够在真理上妥协 不去责备罪 神仅仅仅是讲人喜欢的话 当教会这样做的时候 许多的罪人 大批地进入教会 但是他们来到教会 只是聊以自卫 他们对上帝的圣洁和公义 毫无概念 许多的人 一个礼拜 一天在教会 六天都在享受 最终之乐 我们必须悲哀地说 最后这些人 只不过是舒舒服服地 坐在教会里 下地狱 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重生得救 所以让我们谨慎 你和我所传的福音 主严厉地责备 这样传福音的人 主说 他们走遍洋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却使他做地狱之子 他们所受的 比我们更加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不断地呼吁 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谨慎 我们所传的福音 传福音 一定要责备罪 因为福音本身 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福音见证了上帝 对罪的凌容忍 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 为你我的罪死了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是在一个 传真理的教会当中 到在我们当中 检验每一次的 主日的讲台 是不是在传讲真理 那么除了 讲台上要传讲真理 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谨慎 自己的见证 我们不需要 夸大其词 骗人来信耶稣 圣经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我们落在审判中 救恩出于耶和华 上帝根本不需要 我们去加添 祂的能力 或者祂的荣耀 如果我们凭着 我们的口才 把人带到教会 没有把他带到 上帝的面前 当他看见听见的 和你所说的 不一样的时候 他不单单离开教会 也会轻看 我们所传的福音 所以我们传福音 要逃避虚假 见证真理 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 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其实我们是什么 我们不过是 上帝手中的工具 当这支笔 放在主人的手中时候 他不知道要写什么 他甚至不知道 他要被放在哪里 但是当他愿意 顺服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作品当中 有份 当我神学院 刚毕业的时候 有幸去老人院服侍 每一个主日呢 我们都在那边 带领老人家 主日崇拜 就有一个老安迪呢 他是很抵挡福音的 每次我去啦 他都是会问我 这段时间 你的生意好吗 我说好啊 他说 我看人不多 我说 安迪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的老板很好 只要我把他 清楚地介绍给你们 他就给我奖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有骗他吗 这就是你的老板 这就是我的老板 我们所侍奉的上帝 要我们做的 就是顺服他的命令 去传福音 感谢上帝 几年之后 这一位老安迪 他已经信了耶稣 是的保罗说 上帝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给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我们只要单单地讨那一位 检查我们内心的神喜悦 就够了 所以最后呢 我要提醒的是 除了我们要认识福音 要领受猜浅 我们要传扬真理 我们还要活出真爱 因为我们的神 不单单是讲话的神 更是行动的神 是的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的人说 我怕没有口才 口才并不是最重要的 口才可以驳导人 却不能让人信服真道 但是真爱 却能将人吸引到神的面前 火不用打广告 真爱同样的 是不会隐藏起来的 有一位老弟兄 非常的没有口才 你知道他多么的 怕讲话吗 他甚至于不敢 单独的接电话 因为没有办法 在电话当中 很通畅的交通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老弟兄 他却非常的有爱心 他的邻居住着 是一位教授 教授有学问 又有口才 这位老弟兄呢 常常的为他祷告 盼望他能够来信耶稣 可是他就是走不出去那一步 向他传福音 那一天当他祷告了 圣灵催逼他 一定要去敲这个邻居的门 当他鼓足了勇气 去敲开门的时候 教授出来问他 什么事情 结果他紧张到 织屋的什么都讲不出来 这个教授就以为 他的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他急到 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 我家里没有事情 我只是盼望你 信耶稣 没有别的话 这一位邻居 非常的受感动 他说 这个人这么的爱我 一定有原因 最后呢 他开始放下成见 自己去读圣经 借着读圣经 他信了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真爱是不能够隐藏的 保罗明明地说 可见你们蒙昭地 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但是福音却被传开了 因为爱是最简单的语言 爱神 爱人的心 是传福音的动力 也是能力 是的今天 世界上的人 看不到你和我 所传讲的 这位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却可以 透过你和我的生命 来认识他 卡尔亨利说 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 才是好消息 过去三年的疫情 确实是给传福音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也给传福音 带来了契机 多少的人 因着这个疫情 失去了平安 失去了盼望 甚至于失去了 他们挚爱的亲人 他们更需要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记得 上帝没有拆派 比你比我 更有能力的天使 去传福音 他没有预备 第二份的计划 他定义 让蒙恩得救的人 做福音的使者 让我们担当起 我们的使命 就是见证福音 奉差传扬 C.S. Lewis说 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将人 带到基督面前 盼望在 先堂百年庆典 来临之际 我们真的都能 把握时机 不负使命 百年道更 更近一步 我不觉得我们 这边还可能 有人在经历 西安堂 第二次的 百年庆典 除非你领受了 上帝特别的怜悯 所以求上帝 帮助我们 成为福音的使者 将疫情当中 懈怠的 荒凉的 流失的 让我们去 抢夺回来 让我们带着 福音的真光 活出真爱 让我们在 西安堂 百年宣教的 使命中 让我们承担 这个使命 让宣教的 使命 兴火相传 让我们承担 这个承担 我们可以 承担这个 承担这个 这个承担 的承担 甚至到 接下来 我们继续祷告 谢谢 Let's pray Fad in heaven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rning that you have gathered all of us here we thank you that Lord you have given us a week of rest and that we have all once again come before you to give you glory to sing praises to you and to worship you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rning's message that Lord is a timely and good reminder for all of us who have been lazy who have not taken up the mantle who have not been courageous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even in these three years of the pandemic when it is difficult but Lord you have presented us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we have come to know many friends we have come to know many people and strangers who a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us but yet at many times we turn a blind eye to them and we do not give them the gospel but Lord this morning we are all being reminded that Lord we are all your ambassadors for the gospel and that we need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you have given to us help us to be your good disciples and that Lord all of us here will be able to preach the gospel far and wide and that Lord before the hundred years of anniversary of this Zion Presbyterian Church we pray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will take up the mantle and to preach the gospel for you and to preach the truth and to live out the true love so we commit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nd we thank you for this morning's messag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